日前四位大陸的結合通報 四名二十一天受勸在古里花 並一百多公囚的獲牌上面 海孫林丸結合通報 跟客戶相約調牌救生艇 全都救完 順利中四名二十一天吃上花 加在沒人受傷 海孫林丸是順利給人救救花 有四名二十六天 相約全公園還沒上水 要回到的時候已經看不到回來了 他們這個當時 要去修繩鵝鵝鵝跌白等台救完 本署在11月19日上午11時 接獲一名印尼民眾通報 他的四名友人 受困在南科平台的交法上 然後等待救援 那本署立刻指派專人前往 並通知方院消防隊一同前往救助 那到現場之後 我們立刻以救生艇實施一個救援 那順利將四名民眾就上岸 那這四名民眾所幸其中只有一名的右腳 有一輕微的擦傷 在簡單的爆炸之後 四人就自行離去 那本署在這邊呼籲各位民眾 如果在港口或是暗記 有任何需要協助處理的 可以撥打本署的民服配專線118 那本署會階層為各位民眾服務 救生艇中四名受困在外接六甲這支花 加在無事運身體狀況更算好 海順領願提示 當地現在東北幾方是越來越強 最好不要爭奧生水 新中華新聞創中親六甲財方報導 謝謝大家